尊敬的網友大家好 現在是文貴5月13號報平安的視頻 今天看著我打著紅領帶 我也搞錯了我以為今天是母親節 從洗手間出來打那麼紅領帶幹什麼 搞錯就搞錯吧 就當成了紅鴨黃 火是火,黃是土,火生土,土生萬物 這兩天關於黃燕女士的黃色故事太多了 咱就紅一下,避避邪 今天一開始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昨天晚上有很多崔友們的各種關切 我想簡單回覆一下 這個特別是我後面背景的問題 因為剛一開始的時候大家知道後面是一個猴 然後後面有這些橫線 但是有朋友說文貴呀 你橫線跨著你脖子不好 那就抹掉了 好,我說那趕快就換一個畫 換了個猴的畫 那個猴的畫呢大家又覺得不好 說那個猴的畫不吉利 大家看昨天我換了 然後昨天我又換這個畫 又有人說不好不好,太亂了 太亂了 就沒辦法了 我說這個民意呀 有時候這個統一確實很難 所以我讓人呢 確實你要讓我當官我就慘了 因為我最在乎我的民意 人家的意見我都特別尊重 這個有一年我跟我父親我母親 我們全家去山白山去休息一星期 在車上我讓我娘講講我父親的故事 我母親就說你爹這個人啊 他沒當官是個好事 當官就完了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你爹膽小 絕不會貪錢也不會害人 他說你爹可能是倒在女人的手裡 這就是對我父親的漏見 我想想我娘你覺得我要當著官 會是什麼官呢 我母親說你要當著官 估計啊 全國人民最低的級別都是線上 你太愛聽人家話 你全國人民都得封城官 而且你當不常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這人啊太重感情 人家一跟你說你就鼻子哇啦的 他說那你咋去管去 他當官的都是心狠手辣 殺人不眨眼瞪眼說瞎哇 你這三下都不是啊 哎我覺得我娘說的有道理 所以說所有推友一過反的事 我都想做好 但是真的很難真的不能全部做好 這位推友的你的關注呢 我盡量的再去試試看怎麼滿足 我就擔心其他網友不同意了 那麼還有其他推友 昨天呢就是很多人讓我講這個黃燕的事情 太關心黃燕的事情了 接著我們未來還會講很多 特別有些推友呢 這個從這兩天發給我的很多 掌握的黃燕的這個 融機率批示 各個地產項目真的是讓我很驚訝很驚訝 你比如說這個原來在搜狐潘石屹手下工作的人 我發了一堆的文件 因為這些文件大多數我是有的 但是幾個核心的我還真沒有 比如說潘石屹的搜狐這塊地是北京過去是二清局是一清局的 這個地的來源我是知道的 既不是白菜價基本是零地價 占地面積是多少呢 十二萬八千平方米 那也就是說二百多亩地 那是最好的一塊地了 長安街上的溶機率基本是在0.3或5 這個地的密集的話不會超過一溶機率 就是地的面積乘以建築面積的比例叫溶機率 但是SOHO是多少呢 SOHO12.8萬平方米的土地建築面積批了70萬平方米 實際建設78萬平方米 按照當年它賣的價格均價六萬到八萬之間 還有些商業房嗎 它多少錢呢 將近五百億 它的地價花了多少錢呢 不超過五億 這哪是暴利啊 這不是暴利啊 這真的是銀行天天騙老百姓錢 它還得騙呢 它得都有程序 還有員工費用呢 金黃耀和他的這些後壇們 潘石屹的後壇們 一折的五百億啊 這五百億誰輸的 這五百億都是老百姓的錢 這個房價就是這麽一次次漲起來的 然後呢 昨天 有個黃耀的好朋友 也是曾經過公司的員工 給我打電話說 他說文貴能不能不再提黃耀了 這事兒也過去了 在兩年他就退了 在這牽涉的朋友太多 而且呢 北京地產都這樣 你得犯了重怒了 我真不是在唱高調 我不怕惹你這些 被當成小三的這些房地產老闆 我也不在乎黃耀所謂的官官相扶 我說我在乎的是老百姓要知道真相 我不是唱高調 我是發自內心的 所以這位朋友呢 我說我真的做不到 黃耀的事情只是剛剛開始 而且黃耀的這個背後的老闆對我各種威脅 那這是未來我都會在鏡頭面前說的 北京這些年的地產 你去看看去 哪個樓 哪個項目沒有黃耀的影子 過去這15年歸尾 就這幾個人有權利啊 這些房地產開發商裡 多少人都是威威出來的呀 上班的時候 穿著衣服 穿著這個最便宜的衣服 叫黃耀 下班的時候 穿上愛馬仕 三宅一生 愛馬仕包 是吧 跟著他搞房地產開發的老闆同學 那就成了大姐大了 大姐大了 那是女王的範兒 而且他也去一些場合 他自己很清楚的 那馬慧他簡直 任何一個普通老百姓到馬慧去 拿著黃耀的照片問問 在馬慧長安俱樂部 黃耀去的是什麼情況 多麼頻繁 一瓶帕富士的82年的酒一百五十多萬啊 隨便一瓶的叫做三公升的五公升的 Roman Dicante酒隨便一瓶都是五六十萬七八十萬 一喝都多少瓶了 那錢都是誰呀 喝的老百姓的血 到北京來北漂著打工的人 你忙活一輩子還不夠喝一瓶酒的呢 所以說我堅決支持反腐 中國要真的是這些年不反腐 這個國家早就完了 早就完了 早就完了 這是發自內心的 這些人不完全這麼慘了 北京地產 我們盤股說 這個開盤的時候 這個內部價三萬多塊錢 或者六萬塊錢 現在是二十六萬塊錢 政權開盤價是八千塊錢 現在是六萬到七萬 這房價不僅僅是市場開的 它根本來源是政府的高稅和官場的腐敗 這個代價 社會的代價是巨大的 再一個我想說的 有推友說 為什麼胡舒立這樣的女性 這個為什麼像黃熱這樣的女性 都有著各種這種性不檢點和性行為 這位推友問的問題很簡單 看上去很天真 但實際上 只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這個說實在話 權力超過了一切的性要 勾兌權力在一起的年階級 就是性 不管這跟醜俊 老還是年輕 能力強還是能力弱 都沒關係 它是一個腐敗的官場 惡弱的官場 自古以來的就是權力腐敗和權力墨落 權力肮脏中間的年和級 自古帝王呢 多隱喻啊 自古帝王 自古太監 過去那太監都沒性能力了 還給人搞罪食呢 就是這是人的本性 那麼我在這兒我特別想到傅政華先生 北京查什麼天上人間 查這個什麼保利俱樂部 那保利俱樂部我可去過 我被北京市的領導 給帶去保利俱樂部啊 說到這兒 我帶的是2003年 哇 那個俱樂部了不得 那幾百個小姐啊 這個我喝了大的酒了 醒來時候已經在香山三殿 在這大房間裡邊 旁邊四五個美女啊 一絲不掛呀 我傻了 那漂亮 那姑娘漂亮的簡直是不行了 哎喲 這事還好 我老婆不看我節目 看了回來掐死我去 零晨三四點了 我這一醒來 旁邊幾個女孩啊 我說這咋個事啊 你說這誰誰把你帶來的 這位領導現在是 叫進政治局了 都要進政治局了 已經在政治局了 要進常委的可能要 哼 我說你們這都哪來的啊 都是舞蹈學院的 這個這個中系的啊 北京電影學院的 哇塞 那姑娘太漂亮了 其中一個姑娘 現在是大明星之一 然後呢 我就問發生什麼事 我喝多久 就跟他畜生沒啥晚上 我最大的勸勁 就喝多久 喝多久 就是完全斷圈 啥也不知道 結果這旁邊的幾個哥們 人家玩麻將呢 那一天晚上都輸的幾百萬呢 在香山三殿 我說我得走了啊 我落荒而逃 但我真堅持了 暴力俱樂部 那麽也被現在公安給阻斷了 先讓人家我也去過 跟那外賓那去過 那可了得了 老百姓無法想像 都是學生 漂亮 標準化管理 那那些跟我去的那些外國人傻了 但是每次我旁邊也坐倆姑娘跟我聊 我不領人家 人家不領啊 但我離開的時候 我像天發誓 我都讓人家離開了 然後這女孩就覺得我是真不行 不是不行 說實在話 我害怕 因為我這一生中 有個最偉大的一個旅行 八十年 八五年 我去了一趟 非洲 坦桑尼亞 烏干達 尼日利亞 剛果 開古城 在烏干達的時候 這個一個朋友 當地的一個 相當於一個武裝司令 帶我去看了一個性病治療所 哇!簡直 全都是那個性病的啊 全身都是疙瘩啊 哎呦我的天啊 那簡直沒法了 那次造成了我 人生中 對所有事情 很多敏感 所以說 是因為我害怕死 害怕染病 這是我後來 很多不在 集院裡跟的原因啊 但再後來 就上升了 道德成年了 佛教成年 另外到了 潘塞尼亞 我去了西毒的 戒毒中心 那真是師父 用推土車往外推呀 那西毒的呀 那個西毒的後果太慘了 西毒就跟性病有關係 所以說我到這地方應酬那時候 哎!也找你的孩兒搖 跟人家聊天 然後喝辣酒 啊!玩兒骰子 實在是玩兒嗨了 我就唱兩首 我這一唱 全場立馬閉嘴 為啥 基本上 真的是你們能想像 多難聽就多難聽 所以我老婆我女兒子說 爸你打我罵我都行 千萬別唱歌 所以我在卡拉OK 我降溫的最好辦法 讓大家別公眾之下 就玩兒亂來 那我就唱兩首 一唱大家馬上 血壓全部降下來 體溫都降下來 就冷靜了 那麼人家都帶人走了 我也帶人走 然後回家 根本問題 真不是說道德高尚是第一的 也不是自己多乾淨多偉大 千萬別理解 文貴在大封坑裡游泳 不沾臭屎 不沾性質 不可能的 只是沾了多少而已 但是這個事兒啊 後來真是老天過 安排這艘旅行 救了我 怕有性病 意想著鏡頭和害怕 所以對毒 對這個黃本人免疫 說到這兒 就說這個葉董貝 我再說回來 就是這個黃燕女士 這個推有關心的事情 說她 這為什麼都這樣啊 因為北京後來有了亞電 廣州有亞電 上海有亞電 大家只關心查天上人家保利俱樂部了 我請你們好好想想 中國查過亞電嗎 大家都不是傻子 可以查一查 就在我們盤谷的西邊 就有著北京第二大亞電 我去看過 那裡的帥哥 那裡的美男多了句了 那上海廣州我也去看過 而且我又有個小老弟 在日本回來 在廣州就開著店的 還讓我投資呢 我說我看了看 我說我絕不投這資 這事不能幹 所以 這些女性 在被別人玩弄 為啥別人玩弄 她不能玩弄別人呢 她是心理變態 她也需要生理的慰藉 她也需要平衡 這個人家說胡舒立女士啊 很多人不了解 胡舒立女士一開始挺有理想的 據說跟她老公結婚時候說 為了搞新聞媒體事業 先結紮後結婚 為什麼 這是誰給我說的呢 鳳凰衛視兩個人物 一個劉長樂先生我朋友 還有一個王紀妍 是中國廣大的 這個廣院的一個副院長 這是我好哥們 王紀妍跟胡舒立 很熟跟她老公 告訴我的 這是事實 但是 你結紮了 不等於 沒這方面要求 恰恰相反 後來她後悔了 她開始玩李友這樣 人家也被李友玩 她跟很多人這樣亂來 黃燕也是一樣的 她是一種生理上的一種變態 和不平衡 還有一個 那些官員呢 她也出口去都盯著她 她也是那種 說白了是積不哲實 導致的這種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 就生成這種變態的社會 這種毛屎坑的文化 這種 大家都別乾淨 而且所有官場 無論男女 都相信一條 只有 共同有過嫖 共同扛過槍 共同收過錢 共同喝過酒 才可信 特別女同志 特別女同志 就直接現身 以身說法 以身表忠 基本是跟醜卷老少沒關係 這個是錯誤的理解 關於黃燕女士呢 我在等著她來告我 我在等著她告我 而且呢 我也希望能跟黃燕有一次很好的對話 而且呢我想每個地產項目 都進行一次 跟她的梳理 所以我強烈的呼籲 昨天跟北京的有個官員說了 我強烈的呼籲 對北京過去地產項目 先從盤補和政權開始 梳理這些地產當中的違法犯罪現象 還有這種 這個超容積率現象 誰批的 還有這個地來源 我認為這是真正的反腐 北京上海北上廣深 如果說反腐 不查房地產這個容積率 不查房地產貸款 這個不查銀行貸款 不查銀行貸款 具象和利息和貸款的增加 根本不可能叫辦法 因為老百姓這些年 這個十幾億人民 辛辛苦苦創造GDP 這是人民創造的 不是政府造的 政府人都在辦公室呢 都睡午覺呢 哪給你搞GDP去啊 你是管理人員 是人民創造的財富 最後都是幹嘛 用股市、銀行、房地產 你洗走了 現在老百姓是幹啥 老百姓吃不起飯 上不起學 看不起病 更養不起老 那要不把這個事整明白 那查什麼腐敗啊 那都把自己人都變成中紀委的幹部 政法委的幹部 只要你敢說話 就把你嘴給你捂上 只要你當官的你敢背叛 你不給我 以我為武 以我動共灘 我就被你抓起來 我手裡有一把紀委的槍 我有一個攻堅法的槍 想滅你誰滅你誰 老百姓能有說話嗎 政治的黨員 九千萬黨員裡邊大部分好黨員敢說話嗎 他不敢說話 所以我強烈的建議 我強烈的建議 我未來我會一再的呼籲 甚至我現在的推友們 我們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在各個省市成立委員會 要求政府公市 過去十年來開發商拿地的情況 和貸款的情況 和容積率的變化 這個對房地產房價是有個巨大的幫助 特別這些銀行 我本來今天講誰 講董文彪 我和董文彪這個不認識 就像李友說 這時候我二十年胡說八道 二十幾年前 就是一九八幾年九十年代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配給我認識 我才不認識 我都是跟外國人打交叉 我還有一些知識分子 藝術家 董文彪當時在河南當時 後來他娶了人家這個人民 人民銀行 人家這個學院的 人民學院的教長的女兒 後來寄了民生 原來海通民生 後來老董 從民生中發了大財 董文彪的事情我知道太多了 這兩天他們告訴我說 董文彪又被編控了 去年被編控我回去了 這又被編控了 因為這個蕭建華把他給報出來 蕭建華和他的事情 我知道的太多了 董文彪先生的民生俱樂部 在西郊的一個高爾夫俱樂部 那是一個那是現代版的洪榮 中央的現在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員 多人常去那裡 在那裡那就是殺鹿肉 聽 那哥哥演員了 那就別提了 演員 那都太多演員去 我在那有一次吃飯 喝了世界上最好的酒 其中一個中央臺的領導 還有一個 帶著幾個主持人 還有一個明星 大明星大雅天使熟悉翔的來了 哎呀這位主持人一進來 哎呀我不喝酒不喝酒 人家一拿著這茅台 五十年茅台 這哥們馬上 哎哎哎哎 茅台這得喝 然後倒上去 這個我先 各位啊 郭先生第一次給你認識啊 我先自罰三杯 啪啪三杯 然後到我那兒 郭先生我再敬你三杯 但是我敬你喝了六杯 所以老董看不慣了 老董說你他媽的 這五十年茅台 八十年 不是五十年 你先給自己弄六杯 我這多少錢一成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領導的 雲丁銀行 現在的副行長 這個一看這個 老董拿著那是能 超級拉費 拿過點時候 哎呀我敬你媽 先敬一下 我先敬維禁 先喝維禁 老董不高興了 老董很小氣了 說這個 你這一喝喝我好幾千 所以說董文彪的事我比較了解 那民生的腐敗 民生騙取老百姓的錢 民生要把針線給搓露了 民生零 資產是零 那就別提了 那個董文彪是經常給人家 就過去拉出那塊 手裡名字一百萬美元 找財政部 存一下錢 一百萬美元交給對方 這是財政部現任副部長 告訴我的 我可以說說他名字都 他可以來過這一次 所以民生太腐敗了 這個董文彪還搞了一個什麼 豬民頭 都是騙子爆發物呢 絕對是騙子 災難階級 中央的領導的夫人 政治局常委裡的夫人 在民生裡都是政治利益 還有那種騙錢 你比如說搞了一個董文彪 叫做古畫 字畫拍賣 字畫出場 一個我的朋友 五十萬買了一副所謂的歐洲的畫 評估五十個億 後來 因為這個事兒 董文彪被北京海關查 結果幫我董文彪 我以為董文彪多厲害呢 找了所有他中央領導的幫他擺平 沒人擺平 找了我了 最後我幫他擺平 我找了北京海關的這個哥們兒 結果到我家去喝酒去 董文彪嚇著發抖 連門都乾淨 我進去以後 這個當時有 還有這個張岳書記在河北的 還有這個北京的海關的 處理他的海關的副官長 還有其他幾個大領導啊 其中這個兩個大領導 現在已經中央領導了 這個我把董文彪還有他副行長 叫什麼 東北老鄉給拉進去 拉進去以後人家在出場 就逼著董文彪 先喝三杯白酒 那碗呢 那三碗呢 董文彪挨著喝 哎呀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說你這樣把董文彪喝死了嗎 這不是啊 後來我就不讓他喝了 我看著這個北京海關的官長 讓董文彪喝酒 董文彪那個可憐樣 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可悲樣 喝著發抖啊 後來我一位老嫂子也看不下去了 說這樣就不讓人喝死了嗎 這就是我看到了民營 董文彪真是可憐啊 我從那天我看到這真是豬狗不如啊 然後這個海關的官長說 董文彪你弄自話偏貸款 還偷稅偷稅 往外洗錢 信不信現在我給你抓起來 現在就給你抓起來 董文彪說信信信 那現在喝三杯三碗 這是在一個中央領導 多個領導 張岳書記也在馬天副部長也在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董文彪當年是民生最牛的時候 也就這待遇 嚇得跟狗一樣啊 最後喝趴下了 我背著董文彪昏迷病的送到他西山的家 我送他家我弟子去董文彪的家 我再看董文彪家住了個小別野兒 別墅叫別野兒嘛 結果這個小別野兒 還有電梯 我背著董文彪 我弟子嫁著他老婆 接著我進去了電梯把我砍住了 差點熏在鼻子裡邊 最後把董文彪那個電梯給撬開 送到了二樓的臥室 土豪的家庭沒啥品味 挺可憐的 跟那些官員差遠了 董文彪說我看到可悲的人 但是絕對可悲可憐 但絕對是可憐之人沒可憐之處 董文彪答應我貸款 答應我五次 又收我的酒又收我的禮儀 從來沒給我辦事 董文彪只給兩種人辦事 只給中央的官員 一般人看不起 所以他把中央的官員老婆全弄了 還有就是給他大錢的人 我不給他錢呢 他不過辦事 他騙得我很慘 我哥在二十年前就讓他求貸款 還給他買個西裝也沒貸款 所以說這個民營企業家找貸款 那簡直太黑樣了 我本來今天要常說董文彪 說說民生 我再說民生就得關門了 我今天不說我還接著回來說 但繞回來 我現在越來越像明鏡的何庭先生 越來越像趙岩先生 哎呀我要學校夏業良先生 只要我發現夏業良先生這個說話 基本不讓別人說話 自己都全說了 我這個會得向他學習學習 所以我看了夏業良先生 和郭寶勝的主持節目 最後亞洲 這位劉平主持人非常好 劉平主持人非常非常好 劉平主持人非常非常好 結果我看每次這個寶勝先生說話 這個都被夏業良先生截回去 表達能力 這個還是夏業良先生比較好 我昨天看了這個何庭先生的點點評事 這何庭先生 是我先見過海外媒體 能鬧明白北京官場的事人 唯一的一個 真的是 這是個神人 太佩服了 他一張嘴我就知道他說啥意思 很多人看不懂我太懂了 這個人你們說的是大信息 而且我現在絕對相信 何庭先生在北京有派別 這人有背景 我得小心一下寧靜 寧靜絕對有內部消息 否則他不可能知道這些消息 我知道了一般人都不知道 何庭先生你可別裝 我可絕對知道 反過來 我今天回到主題 這個 這個推友的關心的事說完 這個總統教的事咱未來再說 然後今天 對還要說一個事 昨天這個甘肅 有個人我打電話 我的老朋友 河南去 說不要再讓我繼續說 這個 楊改蘭的事情 這個說楊改蘭的事情影響特別大 而且讓我看一篇文章 這個文章是2013年9月份寫出來的 這個文章寫的目的就是說 這個人叫九子一個比名 這個人 簡直我說這個人就該死了 他寫的文章說 這位楊改蘭 家裡四個孩子 他和四個孩子自殺 然後呢 他老公回來以後 把他們要疫期後 也要死亡 原因很簡單 就這位楊改蘭女士 她是有樓宇族的通病 抑鬱症 她的觀點你看有多奇怪 有多卑鄙啊 說那那麼多窮人 那咋都不自殺呀 他都不自殺了 還有這觀點 這位官員我打電話 竟然說這個 我說你知道不知道 我說我以為今天 我明天是母親節 我本來好好說說楊改蘭的事情 為什麼真是不自殺 我還想問問你呢 那西方那麼多窮人 咋沒有楊改蘭事件呢 連非洲那麼落後的國家 他咋沒楊改蘭事件呢 非洲那麼窮 我經常去非洲 我再那麼多投資 人家還有歡樂 還有自由呢 這楊改蘭為啥自殺 怎麼成了抑鬱症呢 他窮他該自殺 三百塊錢地保 為啥能拿走 誰能拿走的 誰能拿走的 竟然找出來 國家的喉舌們宣傳 楊改蘭是有抑鬱症 還說為什麼別人 他自殺呢 按這觀點 那官員都不應該自殺呀 官員都不窮嘛 那那麼多跳樓在幹嘛呢 你還是體制的問題嗎 你還是制度的問題 這大坑坑裡邊 熏的熏的熏不下去了 就死了嘛 這老百姓也被你弄大坑坑 熏不下去了 三百塊錢地保你拿走 他怎麼活呀 而且我了解的其中一個孩子 當時要買一個書包 給他媽鬧了好幾天 這孩子 不知道從哪聽說 這個無良電視劇上 老學會 這用自殺威脅母親 說這個孩子 老用自殺威脅母親 結果他媽說 我自殺給你看 竟然在這位官員 賀難撈降 賀難撈降 我肥唱 我高興 這個 這個 說這個 你說這是人嗎 這個 你當官兒當你一個戶了吧 這樣的事情都不能讓你動心 這樣的母親都不能讓你動心 唉 這說到這兒 這跟剛才這黃耀的話題 跟董燕燕這玩大錢 差距太大 太毛笨 這就是我的社會 毛笨太深 現在返回來 咱們繼續說 北大 你說我現在真有點像網友把我給推的 推的 我有點說山東情書的什麼的 擋一個狼擋一個狼的 老學說我有點這風格了 我現在越來越帶進去了 咱還是回北大吧 今天大家注意娛樂性比較強 回北大 唉 誰說北大又沉重了 說說珠山路吧 珠山路裡有 是我見過的 就是比文貴話還多 坐在這兒 基本沒跟人說話機會的 其中兩個人 只要珠山路一開口 這一桌子 基本沒跟人說話 搶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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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你覺得耳朵 就是基本上 從頭到七八個小時 如果幾杯酒下路 那我現在就別提了 坐坐坐坐 一直一直一直 李友是一講 從佛祖菩薩 毛澤東 劉少奇 北大 胡侃 最後他就一把 這些人全是騙子 全是騙子 人類最高的宗教就是騙子學 就是騙子 那朱山路 我跟他認識啊 很有意思 就我李友推薦我跟他認識以後 這就是這些商人和官人的文化 李友善告別人 他也被別人搞了 什麼呢? 馬上被他 朱山路的Seth Powell說 哎 文貴 咱倆單獨聯繫啊 不要給李友說 咱倆單聯繫 不要給李友說 王哥也這樣 咱們單聯繫 不要給李友說 這就是咱們官場 這些什麼扯袖子 搖耳朵 扯樂文化 我見太多了 啥叫扯袖子 搖耳朵 就背叛 互相說壞話 這就是我說共產主義 烏托邦 騙子 謊言 都這樣 北大這樣 結果好 我跟朱山路單獨見面了 見面以後 到我們四個月上來開始喝酒 一坐那 還沒喝酒之前 先說 我剛剛去中南海了 我不能說名字啊 說名字是犯大事 最高領導 他閨女 到我這北大來學習 然後呢 想那個副院長 我給他說王哥也不同意 副院長 等壹段時間 不行 先從基本開始 我那不可以說那個院長嗎 那個院長可不行的 你說壹坐在那兒 就把最高領導的家人私事給我講 然後怎麽請他吃飯 咱們講東西 後來我坐著喝酒 壹看我這好酒啊 八十年老台 壹看我的菜也好 四個月 壹開始背著手 給我講講南京的經歷 然後開始 我們這壹平茅台下肚 朱山路同志開開 這口就輪不上我說話了 說我只能像主持人一樣 偶爾提問壹兩句 其中壹個讓我提問 我認識了 這是大家要注意啊 我認識朱山路和王哥 都是從他倆的各量計劃開始的 第壹計劃 我說朱書記 你給我說說 六四當中北大和北大的學生拜了什麽作用 我真的寫這個了 他壹愣幹活 他用了壹個大家都無法相信的詞 所有北大六四的學生都是傻 那個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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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壹個中共的壹個中央委員 北大當地書記 我說實在話 我郭文貴要二十年前 那我覺得壹腳就把小的踹樓裏 對不起啊 朱山路書記 對不起啊 情緒情緒情緒 昨天晚上有個朱山路的小情人 也是北大的學生 昨天打電話給我替他說 請不要替朱山路說 然後這個女同事也幫過我忙 說到最後的時候 我全身有起雞皮疙瘩 痴瘡又掉了一滴 最後說了說了 郭先生你不要這樣子嘛 哎呀 哎呀 我說咱不能刷嗲 你這壹嗲嗲 我就受不了了 但是我今天還得說 朱山路 你這個說情我不能解釋 你再嗲我也不 郭文貴現在雖然孤家壹人 很寂寞 但是這個點不能讓郭文貴實體研究 不是不能這樣子嗎 我真得這樣子 朱山路說那句話 我就知道這個人 完全不是一個知識人 完全不是 而且是這樣的評價六思 他怎麼看得出來 第二句話 他讓這個人一下子就完了 因為他給我講述 他年輕時在東北的戀愛 當時有個人 對不起 我要談到名字了 劉少奇主席的女兒 劉源的其中一個姐姐 劉源先生 他們要談戀愛 談了很久 最後要選擇是進北京還是說不給他戀愛 他決定來北京 考上了大學 放棄了戀愛 後來我問他 我到現在為止 後來你覺得是選擇來北京好 還是當時選擇一個自己的愛 偉大的愛好 他說 讓我現在選擇 我還選擇是否 你說這個人哪 你說這個人哪 一個這個對感情對愛情不尊重的人 對學生這種偉大的這種人類的最重要的那種積極動力 人類是人性之火 人類之希望 年輕人的生命 這種激情 責任 社會的脊梁 當成傻叉的人 把愛情視為憤怒和交易的人 當北大黨委書記 能好嗎? 能好嗎? 後來我跟他聊天 知道了這個人是領導送的 那個人是領導送的 包括他外省的省委書記 省長找他送學生 什麼當地的 什麼優秀學子 都是這領導的情人 他的回答都是 喝完就喝就說 北大是誰的北大 是黨的北大 中央的北大 你們送來的孩子 那都是那是黨的孩子 咱優先培育黨的孩子嘛 先服務人民 那黨是人民 首先是黨來自人民啊 先服務黨啊 我說這些領導送的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嘛 他說還真都是 我說咱沒見過哪個領導把男孩子送給黨 北大從土以來的女性多於男性 所以對珠山路這個人的看法 你看到昨天還有女情給他說情呢 還給我郭先生還耍獎呢 不要這樣了 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就是 後來就談到了李友的合作呀 他這個人還不像王恩哥跟李友 他是對李友的防制手的 他詳細我講述了李友的企業的到來 王學和北大和教育部和證監會和銀行 這個他說的是很準確的 這些人怎麼怎麼跟他的關係 怎麼怎麼弄得錢 這個北大方正怎麼回事 方正集團這十幾個金融牌照 是北大方正最值錢的 這十幾個金融牌照背後是哪些政治局和常委人員 他看得很清楚他過去的官員 是搞官倒偷機倒把倒車皮 後來是倒地 現在的領導大官都倒金融牌照 搞貸款 他說方正集團就拜承這個作用 而且我第一次 我也是在這兒第一次說出來 就是北大當時我的內 所有給我暴露內部人 第一朱山路 第二 是當時的方正集團的董事長 代理方正集團的董事長 雷先生 啊 就雷洋叫雷什麼的 不是雷洋 不是死的雷洋 叫雷什麼話 朱山路我想這些內幕啊 說實在話我是害怕 但是還是郭文貴貪婪貪心貪便宜 最後還是進了這個摩圈 代價就是如此 後來朱山路書記 跟我講述了王恩歌校長 剛剛在當上副校長 是常委校長的時候 跟李永集團 並沒有任何的利益 後來他從南京調到了北京大學 他倆同事來 書記和校長的時候 他說他掌握了王恩歌校長 被李永用女色給拿下了 還有李永讓他王恩歌校長的家人 成了方針股東 還買了方針的股票 是朱山路書記說的 我說朱書記 這是何法 他說 是我們北大義最大的課言 他說北大義的名字 他說我們就是 只要李永讓他考校 他說我們的校裡邊就出面 跟當地的省委書記省長 當時說請都給面子 所以李永在全國開發了幾個上萬元的利益 現在還有上萬元的土地資源 各種項目 然後他還說 李永的方針科技裡面 是跟國家安全部 還有中辦合作的 咱們中辦的所有打的文件 實際上很多密碼組成的 那麼中國的核心秘密是什麼呢 任何國家啊 咱們國家呢 就是上網使用的文字的 叫數據員 原代碼 咱們的發射導彈還是什麼 都是考慮原代碼 說通知了原代碼 就你知道在全世界那邊 任何地方 只要使用互聯網 只要你點一個字 實際上國內都可以控制 因為這個是北大方針 王選先生做的電子排版 和把中國文字電子化 否則就變成西方大國 這是個很大的貢獻 但是同樣它也成了 現在掌握所有全世界 使用語文 原代碼的文字代碼的 所有的情報 這是來自於方正科技 珠山路先生跟我說的 所以說他們跟安全部 情報部和中辦的巨大的合作 珠山路先生本身把這話告訴我 這就是違規 更重要的事情 方正科技掌握著這個技術 就是它說成了理由重大的一個手段 為什麼呢 上海期貨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所使用的原代碼 和開發的軟件系統 全來自於方正科技 所以它說方正科技可以控制中國所有的核心信息 包括篡改各種政治交易 大家聽著驚訝嗎 任何一個人你們看到的這些東西都可能不是真的 誰能幹 李友就可以改 李友就可以改 而且李友就經常改 這就為什麼李友能玩幾千億的金融票據 啥叫金融票據 是銀行開了個信封 信封說給這個人貸款做擔保 短期內的 然後別的銀行就願意接受這個擔保 然後支付一定的利息就可以給你現金 這是中國最大的影子銀行的債騙手段之一 中國要敢清理這些所謂的金融票據 中國金融機構絕大多數的倒下 這些金融票據短期套現 彌補了十個瓶子三個還是五個的這麼一個中國金融騙局 所有的金融 像你有這玩上市公司的 就把這個上市公司的做好的 靠的就是造假 還有玩金融 現金融和金融票據 還有像肖建華先生的影子銀行 這就是其中的核心啊 朱山中的書記明清啊 王哥校長門清啊 門清啊 門清 但是他們不會去支持 還要幫助他們站臺 還要幫助他們去說話 當時李友非常感興趣的 到時候跟我合作的條件 要收購聖金銀行 遼寧聖金銀行 是東北最大的銀行銀行 當時她一位女性的姓張的張董事長 叫張什麼寬呢 這個女的 她當時我們方正已經是她百分十的股東了 那麼李友就想做大股東 這個時候跟幾個常委教練 我就不說幾個常委家族漂亮 後來我一聽說我立馬閃了 咱不掙扎這事兒了 這還了得了 咱玩不起 但是北大朱山路 王恩哥校長 拼命往裡轉 因為李友的一貫的招許諾給利益 朱山路的兒子和王恩哥的兒子 都被許諾給一定的部分 都往他好 後來知道李友出事兒 當然沒弄成 現在的盛金銀行是誰的呢 海南航空的 海南航空拿到了盛金銀行 現在有多少錢呢 八百億的貸款 盛金銀行資產不過是八千億 就是存款八千億 實際有效可控存款 也就是三千多億四千億 別搞錯了 她做的資本金才上百億 我最近沒看啊 在香港上市了 那全都是假的 所有票裡都是假的 那絕對都是假的 我太了解這盛金銀行了 那就是整個一個巨大的詐欠銀行 現在被海航拿走了 弄走八百億 這個錢不還 盛金銀行的東北老百姓的八千億 一毛不止 遼寧瀋陽這個地方 這個盛金銀行 是各路紀委書記 公檢法 公安廳長 倒霉 核心人物 就是這位女士 就張了什麼寬 我忘了 張了什麼寬 叫韓國查一下 盛金銀行的行長 所以說呢 這個姓程海航 原來李友想說 珠山路呢 就爭取我意見 她兒子能不能 買點股 能不能要這個股份 所以大家說北大啊 我都現在 今天我要說 說珠山路的各種事 我得說六個小時啊 我就擔心那個 嫌我長的退休 又不高興了啊 就說這三件事兒 你說北大這個 這個朱山路這個 當委書記這個校長 有救嗎 我和李友發生事情之前 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都和北大的副校長 這個 還有北大主管經濟的副校長 被朱山路 王閣校長派遣 朱山路先生 在香港澳洲經濟 我說我不想給你們開戰 我只想把我的錢拿回來 或者你兌現你們的承諾 他們說北大就是中央 北京大學在中國的 在中國的勢力 和這個學生 文貴你惹不起 啊 張毅坤 這張毅坤 張毅坤啊 張毅坤 所以 這個用著這種北大的這種 政府的控制資源的傲慢 和他李友之間的關係 他代表著北大和中央 開始和我作對 大家去看一看 當時我一再說的事情 我不反北大 不想和北大開戰 一直到今天之前 我都是這樣 我不與北大開戰 因為北大是百年老校 他屬於全國人民的 不屬於某個人的 但是 朱山路和黃恩戈先生 打著北大的名譽和謊過 利用李友的平臺吸引錢 性交易 黑香蕉作業 恐嚇別人 達到自己的因斯目的 我現在要說真相了 等然後我跟他談到這些學生的來源 他也建議我 他說你們這塊兒多找一些北大女孩子 我給你弄幾十個過來 朱山路也提 我發現這是那麼一個武器 然後我講了多少領導 現在我不願意說名字 因為我知道現在這些人 在中南海辦公 還有在各部委辦公 他們的孩子 送到北大去 誰誰誰是他官員 我說太多了 太多了 朱山路書記如果對我說話有意義 咱可以放放那天錄音 九個小時的錄音 很抱歉我那天跟你說話錄音了 這個我承認 而這個錄音有一部分我也交給了某領導 中紀裡的某領導 最後也是尿文音信 尿文音信 這個我特別提議啊咱們的崔友們 應該組織一個力量 我也向中紀委呼籲 現在不是在北大專案中嗎 查查過去十年來 北大的招生的所有檔案 誰是真正是特招來的 特招人的背景到底是什麼 這些人都去哪兒啊 特別是那些女性 特別是那些女性 我覺得對過去十年來 差0.1分0.2分沒進北大的這些學生們 改變了一生的學生們 對他們的家長是個公平的交代 如果今年咱這五年不說反腐 不說大老虎小蒼蠅一起抓一起拍 咱不需要 現在既然大老虎蒼蠅一起抓 不管涉及到誰尚不封頂吧 應該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誰拿走了我們窮人和草生孩子們的 一生用一家人的生命培養一個學生 因為0.1分而失去了未來 失去了公平 而讓這些賠老領導稅 賠領導稅的所謂特招生 還有什麼官二代、富二代 進了北大的 應該給這些過去十年來 差0.1分的千千萬萬的孩子一個公平的交代 說到這兒這村友們成天說 文貴上文貴上 我給你們拿子彈 我給你拿子彈 我很傷心 你們為啥不拿子彈 就射向對方 你們的被閉嘴、被無嘴、被無眼睛、被無耳朵 你就心剛情願嗎? 為什麼你們過去這些年 這麼多人 含辛辱苦、賣命 讓孩子上學 把孩子都快變成了學習工具了 叫學奴啊 犧牲了一輩子 差0.1分就把你給擠掉了 咱不能爭取和公平嗎? 文貴沒這個本事啊 你給文貴的子彈 我得累死啊 為啥這老百姓不去呢? 不去爭取呢? 應該給中央寫信 應該站在街上呼籲 對過去十年北大 北大方正集團的錢去哪兒了? 都有這些資源地 金融派怎麼來的? 和李友、余力、衛欣 這些關係 還有什麼? 李友的外人女婿 是要撥什麼什麼什麼? 哪多了去了? 還有跟朱珊珠啥關係? 玩人哥啥關係? 還有跟政治局員常委啥關係? 北大到底有多少女學生 送到了北大方正集團? 有多少女學生送到了領導? 這些特招生怎麼來的? 為啥大家只要文貴上 每個人說 文貴我跟你們弟子男上上 然後想要就在電腦台看文貴在那說話 唉呀這個我這說到這真的挺難受的 咱們要行動啊 一個行動 勝過千言萬語 勝過你懂萬萬件事 大家只要呼籲別人行動 自己為啥不行? 為啥不行? 像夏業良先生這麼偉大個人物 這麼有智慧 在北大被騙得那麼慘 欺負那麼慘 他從99年他就被盯上了 人家都想折幾百再給弄死了 朱山肉過談夏業良先生的時候 那簡直是把夏業良先生說夏業良先生玩弄女學生欺騙女學生 然後這個多麼小氣多貪財 穿空美國 然後呢建議這個領導要叫夏業良先生閉嘴甚至消失 甚至找理由他抓起來 這是朱山肉書記你要聽到這話 我希望你站出來說是還是不是 是我跟你說的 還有王恩哥 你倆發給我的文件 你倆是記得嗎? 要在媒體上怎麼說 包括你給領導寫信這些事情 是我 我不認識夏業良先生 我說你們沒必要把他給弄死消失 而且這個人是有影響力的 我說你們不行 我幫你協調美國大使館 讓他去美國就完了 我從來不知道那誰是夏業良先生 因為他有幾次在我這兒 談夏業良是跟安全部的馬田副部長談 還有公安部的領導談 還有一個公安部的一個現在很牛叉的人 很牛叉的人 副部長一起談 這都是 他人家來消失啊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夏業良先生推特的時候 他說我壞話 我還說夏業良先生我知道你的事 哪天我跟你聊了 我幫過你 現在我說一部分吧 我不說多 所以我孩子在會 夏業良先生 為什麼就 對我要建議 夏業良先生別再提你北大副教授這個支持 我真不喜歡 北大副教授這個事都是你的災難 不值得禁擾 而且教授啊 什麼這個名義之聲 不要拿出來說 夏先生 夏業良先生您就是偉大的 不要這麼說 我您應該成立一個集體 成立一個組織 讓北大對過去 十年來的資產 和十年來的這個收入 和對北大方正集團 站台產生的財富 和因北大方正集團 騙的這麼多幾千億的老百姓的錢 去除 還有北大方正上市的原因 還有現在的真正的政治局 和官方的股東 成立又給一個公布 第二個我叫夏業良先生 我願意為你這個成立第二個組織 提供一切資料 就是呼籲北大把過去十年 所有招的學生要公布 分數公布 去向公布 然後對過去的招生當中 各地考北大 只差0.1分和0.5分之間 因為這些人都是有希望的 因為把5分之內的孩子 全部給幹掉了 這是朱山樹原話說 我們每年這個特招生的結果 也就關係生 基本上就把 百分就差5分的學生 基本上都給拿掉了 王安哥書記 你也知道這事兒 如果你們要不提供 我可提供了 我們幫助的幾個上北大的人 我也敢提了幾個名字 這幾個人現在都是領導 我今天強烈呼籲夏業良先生 成立這兩個組織 我相信您的推友 我的推友 全國人民 都認為最適合做這個事情的 最有知恶做這個事情的 那就是夏業良先生 你要是真的對北大有感情 你真的是要想通過某個事件 來改變我們國家現在的這種 腐敗和社會的體制 那這是最具有實際行動的 這不是賈大公的 不是高達上的 這不是平爾上學的 這是實實在在能做成的事兒 這件事情將遠遠大於八九六四 因為他會給中國的年輕人 孩子們 正在讀書的孩子們 一個未來 一個公平 要不今年招生 又要把各大院校 各大院校 變成了這些官二奶 官二代 富二奶 富二代 還有小三們 他們掠奪我們這些草坑求人孩子 上學的機會了 夏業良先生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千秋萬代 文貴 我願意就是給你三顆九百每天 去做這件事情 文貴沒文化 水平不夠 我也不懂這裡邊的細節 但我願意提供一切的經濟和可能的支持 跟你站在一起 當你的秘書跟你開車我都願意 我希望劉剛先生 這北大出來的能和夏業良先生 站在一起 一起為北大服務 讓阻止今年開始 不再讓腐敗 不再讓黑教育 不再讓這種性交易 性交易 侵蝕北大 還北大這個北京大學這個招牌 不要再讓北京大學這個招牌上 留著這麼多這個窮人孩子們的血 然後讓這麼多妓女的這種月經的血 污染北京這種這種大牌子了 北京大學的牌子該該好好寫一寫 而且對北京大學 再以北大方正集團多家上市公司 繼續欺騙股民 繼續騙這些股民和過去騙的股民 必須得有個停止和交代 郭文貴是23%的股東 我願意如果你們這麼做 我願意把這23%的所有股份 捐給國家一毛不要 我敢說這個 北大要吐出來 代池裡有這30%的股權 和代池的這個政治局委員 償回普通的錢 應該把方正集團的資產 全部打包公開拍賣 還給所有的股民 騙了這些股民的錢 里有在東莞的酒店 那叫什麼酒店 里有東莞我查 那叫什麼牙酒店 那裡邊藏的幾十億的玉 那些幾十億的現金 上海的幾十億的資產 還有打到新加坡的賬號裡邊的幾十億美元 台灣的錢應該還給這股民 既然中紀委 紀委加公安權力不大過天嗎 現在巡視在各大院校在北大嗎 如果這個巡視主不把這個事兒有個交代 我也建議咱們推友們上街 他到底是巡視去了 還是以巡視掩蓋腐敗去了 如果我們對黃燕女士過去批回了項目 能讓大家呼籲出來 這個找出真相 給巡視的大家 給公平的真相 那叫真反腐了 北京房價一定會降百分二十三十 潘石屹為什麼拿到百分之五的容積率 給大家一個交代 英字不差的公式 他的錢去哪兒了 我對面這個樓啊 記憶大樓 百分之五的錢就是潘石屹先生 錢怎麼會來的 哪來的錢 然後對北大的方正集團 這是有個交代 對北大的學生有個交代 這是我們的孩子的千九萬代啊 我兒子女兒 我的兒子郭強 十三歲到了英國讀書 我女兒是十幾歲 到了美國讀書 都在國外長大的 上完書回國內 當時我是有能力 也跟他們腐敗把孩子送到北大 為啥沒上 叫他們那個警衛都離開了 天亮了 拿這個槍來的站在幹嘛 這孩子為啥不去北大啊 不去清華啊 因為我知道太黑暗了 太黑暗了 我們孩子學習成績名不好 再一個 上了那個學 那就中了毒了 那就是烏托邦了 烏托邦了 那這真的是騙子主義了 從這個英國開始 這個 有了烏托邦這個詞 到現在 我都認為 咱們這個北大教育都是烏托邦 都是烏托邦 所以沒去 但是我們國內的多少草根孩子 要去北大 去清華 但這事應該給老百姓交代 否則這事情還要下去 這個烏托十月革命 比如說了嗎 這個真正的力量來自於人民 那我們就使用十月革命的力量 十月革命的力量 來繼續來自於人民 求北京地產規劃的真相 求北大資產資金的真相 不要這人繼續騙這些 打著北大的民意 騙這老百姓 然後 再要北大對學生招生過去 應該有一個交代 應該有一個交代 所以呢 就像約翁海 約翁海光回北大送了十幾個學生 就追擊了兩三年 那這十幾個東西去哪上 怎麼來的呀 我覺得應該給社會一個交代 所以今天啊 我主題談北大 看一下聲音的事 這個又開始噩了 所以說 我今天主要談北大 所以說我說 我要對年輕人 有很多想法 很多建議 其中一條 我要告訴孩子們 千萬千萬啊 你要知道你是誰 你想要啥 如果任何人定的目標 說你開始就想要多少錢 我給你保證這一輩子會有錢 錢這個東西啊 你越想要它 它又不是你的 就像談戀愛一樣 你越對這個女孩追得死屁賴爹 人家非常喜歡你 你越是真心的 真意的 對她尊重 越死屁賴爹的 真可能就會愛你 這個世界裡的事物總是辯證的 你對錢的追求 錢就會遠離你 對權力的追求 可能權力也會遠離你 就是毀了你 大家應該記住 你要啥 我認為現在年輕人 應該要自己的價值 核心價值觀 世界觀 人生觀 靠命觀 世界觀 人生觀 靠命觀 那就我剛才說的 首先要對這個社會的責任 我當時最早目的 就是讓我爹我娘 能吃上飯 不受人家欺負 後來就是 為啥看到六四時候 我就捐錢呢 那時候捐錢 誰都不知道 就知道 反觀島 反腐敗 就是對的 我們天天看到人家 倒火車皮 到煤礦 對 東莞雅樂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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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了餐廳 東莞雅樂宣 所以呢 當時我們就是覺得 是對的 看到這些腐敗官員 就捐錢呢 都捐呢 那捐多少錢呢 但是我們不後悔啊 就是因為那個才改變了中國 否則如果沒有八九六四 沒有付出鮮血生命 中國能有今天嗎 能有這幾十年的這樣的嗎 改革開放嗎 這不可能的 我們早就變成北朝鮮了 我們早就變成伊拉克了 所以年輕人一定要有理想 一定要有政治人權和世界觀 後來 我們就很清楚的就是在社會上做事情 時時刻刻的想著社會 真的是想著社會家 就真的是為社會核心家主在努力 那心裏面一直是沒有爽過 而且 我再次重申推友說 昨天對我講這個愛國還是愛黨的問題 所有認識我的人 官場都知道 我跟每個人一直以來都說了 我愛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是什麼 中國 他明天叫中華民國還是什麼國 他都是我的國家 都這塊土地 960萬平方公里 這個國家就是我的父親 我永遠愛他 不反他 我不反人民 我希望夏業良先生要聽明白 昨天你在教我看了 沒聽懂你文貴第一季說的事 這個民族就是我們人民 就是我們的臉 就是黃皮膚 我不反我們的母親 就是我們的民族 不是人民 我不反民族 第三不反 不反習主席 我沒說不反習主席 我不反習主席 我從頭到尾 包括安全部當時讓我掛號的時候說 讓我入黨 讓我表示態度 我說 郭文貴永遠 我不會入黨 但是 我對黨 我從來不會受愛 我也不說反黨 我也沒說愛 永遠我跟這黨沒關係 我對共產主義 那絕對反 任何有常識的人 都知道什麼叫共產主義 自從列寧 坐著那個火車 帶著他的性病 從德國一路 一路性病 回到森比德堡 這個人類就走向了災難 不僅是無所謂 完全是人類上最大的毒瘤 這是為啥我喜歡何平先生的節目 何平先生就把事情講得很透透 就是毒瘤 就是騙子 我不會喜歡 這是郭文貴幾十年來都是如此的 所有北京的官員都知道 不是今天 我不是華盛舉動 也不是昨天 一直以來 所以說 昨天那位領導 他不知道咋回事而已 我愛我這個國家 我愛這個民族 一個爹一個娘 我永遠不會背叛的 我絕對不反習主席 因為他代表國家的領袖 我們這個國家有很多好處 有很多成就 絕不是說今天我這個 叫四反三不反的郭七條 現在已經圓名郭七條 四反三不反 我就是說 把過去幾十年 就是改革開放的好處 優點 成就給好過 不配 我也不應該 我認為成就是巨大的 創造了人類的各個奇跡 如果任何的情況下 中國亂了 咱們萬劫不服 絕對不能亂 我也不相信現在說 這個有多麼大的改變 就能怎麼著 可有大的改變 但前提不能亂 可以省了什麼多黨 憲政 都可以 它跟我沒關係 本再次重申 我這個政治和官 和這個官員 簡直我煩死 你讓我當個課長 我也自殺 我不活 我不去幹這些事情 但是我就是呼籲 一反之我 郭七條 四反三不反 這就是我的原則 我現在我特別的想 在國外成立一個黨組織 叫推特黨 什麼推特啊 就是用推特 來反映國內的真相 昨天我為啥興奮呢 哎呀 我一看到這個技術 對我們下部的全球發布會 能達到的效果 我興奮啊 中國過去修長城啊 這個一外敵 今天中國的網絡長城 是對人民 悲哀呀 巨大的悲哀 一旦郭文貴要把這個 現在的對人民的這種 防犯人民的長城推翻 郭文貴死而無憾了 所以我請了推特黨 就推翻這種防人民的這種長城 讓人民知道真相 讓這些盜國賊們 貪官們 不要綁架國家 以國家安全為由 來屏蔽自己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醋聞 哎呦我這我看看這 看著我還是挺帥的啊 這友們挺帥的 所以我那天跟那個威威們開玩笑 他們說你這沒有壓力 我說沒有壓力啊 每天看著我很高興 我經常這個 照著鏡子看我自己 經常要親我自己臉 但是我親我自己臉親不著 必須得愛自己尊重自己 為什麼 自己的身體是父母給的 你連自己都不愛父母的 這是起碼的啊 因為我爹我娘說 當年我要聞身 我爹我娘說 你聞什麼身 你啥也沒給你爹娘做過 身體是爹娘的 你有什麼資格呀 哎我這說的好 從那以後 我好好保護我的身體 因為這是爹娘給的 不屬於我 屬於爹娘的啊 我沒有資格碰 所以必須愛我自己 等於愛爹娘 我再說過來 那就推特黨 咱們的目的啊 就能把海外的那些金融的 連在一起 做點實實在在有益的事兒 你比如說這個 一旦這個 衛星啊 這個 你說這錢 對我來講才幾千萬美元 那太小意思了 太有 昨天我告訴他 你要幫我擺這個 他就給搞定了 我馬上保證 五億美元 我捐給你 五億美元 一秒鐘給你 只要能讓我們海外的各種信息 就隨便扔到國內去 那這個 我說五億美元 別說一億美元 那一億美元 馬上給 我向今天推友說 誰要能把這個 我馬上給你五億美元 我不給他們 給你 那咱這些人 就咱天天上電視講 講的拜天你幹過啥呀 你說過啥呀 未來我們的孩子子孫說 爸爸我老看你電視講 你說過啥呀 你起啥作用了 所以我說千招會不如一招絕嗎 這個我娘從來說 兒子啊 別聽了會講的 那會講的人的嘴巴呀 咱別信 咱要 這中了那個 自由亞洲王允小鮮肉的這個 說他從 因為郭文貴講的太好 所以他不信我 這個 我娘也跟我說 這講太好的 別信 看是能做的 能做的 咱們要是給孩子個交代 這是能做的 咱能做啥 咱給這個世界留了啥 是咱任何一個人 我今天我看見誰要想回中國去 任何人 夏業良教授 什麼劉剛啊 魏京生先生 王君濤先生 郭寶勝先生 何平先生 你想回中國在六星之間 想當個官 絕不可能 我敢拿命給你這個 任何人就當這個官 別想 出名 你已經出名了 撈錢 我也覺得不可能 大錢不可能 只能是未來在歷史上 你真正的推動時代進步 做了哪些扎扎實實的事 我認為像突破防火牆 還有幫助孩子們 這個真正的 學習的孩子們 讓這些人上了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西南大學 東南大學 東南大學有黃耀同志 要小心小心啊 這個東南大學 各種之校 讓這些孩子們 在高考前在海外天天呼籲 讓他們實實在耐的 不被那些 這個官二男 官三男的 把這個孩子的機會給搶走 那就偉大了 不一定哪天 咱們的孩子 就出來一個偉大的領袖啊 出來一個華盛頓式的人物啊 這多有意義啊 所以不得我一聽我興奮啊 這有意思啊 那麼另外一個 咱怎麼能把這個 老百姓的住房那麼貴 這些利益集團 假貪腐 以貪反貪 以黑貪腐 我還是繼續騙老百姓啊 還有這個北大方政騙老百姓的錢 能不能把這個教育 讓中國教育別做生意了 江總書記和曾經紅主席做這個最偉大的事 我最佩服他倆的 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不讓公檢法軍人做生意 那時候文貴家裡都十幾台軍車呀 我現在想想都丟人 我要刪我自己臉的 我那到哪都開著軍車呀 那因為跟那軍隊合作嗎 還有警衛局嗎 後來就是不讓出生意了 太偉大了 你今天想想 美國有個人開著軍車做生意 你不覺得是個悲劇嗎 這是他們兩個在做最好的 第二個做的最重要的 就是行政改革當中 其中包括了七上八下 這個七上八下 就把那些 恨不得死到掛位的 死到管理的人 就徹底給斷了希望 讓真正的年輕人 熬一輩子有一個機會 讓那些老同志在懼怕死亡的時候 把恐懼帶給了百姓 把恐懼帶給我們這些窮草根兒們 帶來的災難 就是文化大革命 就是六四災難 不要再發生 這就是江總書記 曾慶紅主席做了最偉大的事 我跟他倆真不認識 他倆 曾慶紅主席曾經批過1999年 我在美國躲的原因 就是曾慶紅要抓我 因為菲律賓的總統阿斯特拉達 給朱鎔基總理一封信 朱鎔基當場批示 當場批示 要把郭桂抓了 當時我正在這個辦公室 在橫提的辦公室呢 結果我突然間 我去送人到機場部上 我突然接一個電話 說郭文貴你馬上離開 說在菲律賓 朱鎔基總理跟阿斯特拉達正在閱兵 阿斯特拉達總統給了他封信 要告你 結果說總理看到沒看 寫封信 馬上把郭文貴抓起來 這就是朱鎔基總理 這一輩子 我知道你是沒有法律感見 你是害人的 我特別同意昨天那個 和平先生說的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原因是 就是朱鎔基總理 他的貪婪和他的虛偽 是老百姓你們永遠不知道 今天的金融界腐敗 他是守賊守犯 未來我會講的 結果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哪個爺爺給我打這電話 我現在我真的要呼籲 能聽到誰給我打這電話 我就馬上到機場離開了 兩個小時以後就把我給編封了 我然後到美國待了一年 1999年 是因為埃塞沙達還有賴藏興 和紀勝德的事兒 那麼當時我要不離開 一切都完了 一切都是災難 我就要死了 所以說我告訴大家 剛才我講的 整個咱們現在 咱們要做的實實在在的事兒 除了依法治國之外 為了孩子辦事之外 我們更重要的事情 現在是扎扎實實的 讓這咱們的孩子們得到實惠 我們真的是 想什麼回去當官發財是不可能的 我郭文貴再想回國 再想回國發展 那我郭文貴就是成了傻叉的 那就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讓我去舉旗去造反 去搞政治 那也是不可能的 我的老婆 我的兒子 婚妮 我爹我娘 我的員工我欠他們太多了 我要給他們更多的安全 我要讓他們過上更多正常的日 我不希望再追求財富 也不追求盈利了 所以 我再次再次的呼籲 所有的海外精英們 不要再內鬥了 團結在一起 讓大家能不能 真的為中國這個依法治國 我也看到了這個夏業良先生 這個郭寶勝先生 和平先生 那時候說這話 還有魏京生先生 還有其他先生 我不知道啊 這個說的關於什麼 依法治國 我懂不懂的問題 我懂不懂不重要 我也不希望懂 我懂他幹嘛啊 我也不搞政治 我只要能呼籲出來 能得到大家重視 能老百姓得到實惠 能有一小步 就是咱們的一 國家的門名 一大步 讓這些草根和私營企業家們 和這些老百姓們 有一點點兒追緣 有一點點兒安全感 別讓我們當租狗一樣 別讓我們現在在 像葉左輝的社會裡邊 大家 你現在我們都在這兒賣著身呢 結果突然你這個媽咪 穿上一紅袖巫 寫上紀委就可以抓我們 寫上公安就可以抓我們 寫姑娘法就可以抓我們 別這樣了 就這就行了 任何操出這些想像 我認為都是幻想和妄想 別給美化成理想 那不可能 還有任何帶有 利益 政治 名義目的的 今天在海外的所有的這些 政治運動和活動 都將助降失敗 因為那會給 所有的這些盜國賊們 給受人移民 給他足夠的理由 把你給滅了 那滅你太容易了 真的 國家機器體上 需要消滅郭文貴 只要下定最新 絕不會超過一小時 我就會消失地球上 那我太清楚了 他們的本事呢 我這點不用懷疑 國家機器的能力 你不用懷疑 咱和這些人的最大區別 他掌握著國家機器呢 宣傳機器呢 這也是正義的機器呀 這會叫盜國賊呀 他幹啥呀 不是參謀長吃西瓜 軍事需要 是參謀長強姦是軍事需要 參謀長殺人 殺老百姓 殺兵都是軍事需要 這就是現狀了 不要咱現在 這個 唐壁黨車 唐壁黨軍 咱不要做唐壁黨軍 唐壁黨軍 咱們做的現實 詐詐詐詐詐詐的事兒 這比啥都好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文貴今天啊 這個中心的 這個語無論次的 這個 這個 把這些想法分享給大家 文貴就想展示給真實的文貴 這個文貴現在真值錢了 昨天有人給我廣告費 兩百萬美元一天 把我的本人買罐 一星期做二十天的節目 廣告費 兩百萬美元 文貴現在有身價了 有身價了 真這幫 道國賊又把文貴錢都賺了 我也有錢了 但是不會的啊 今天要有一天收費的時候 我也把錢捐給這些 為這些孩子們 真的為這些 楊改蘭這樣的母親們 為雷洋 一珠寶 范雅 709律師 這還有是海外民運時 不能出國的家人呢 給他們成立個基金 我正在想 我給我律師已經說了 我如果說 有一天他們願意還繼續出兩百美元 我真要做的話 我希望有第三方 有海外的這些 剛才我說這些名字的人 有魏 有魏京生先生 有這個 何平先生 陳小平先生 郭寶順先生 夏業蓮先生 趙岩先生 劉剛先生 趙明先生 這些人出來 成了一個組織 那就是 為國內的這個 咱們的國家依法治國 就郭七條 還有大家追求的 自由和民主 這個 這個 依法治國 這個 建立個基金 那我是願意的 給我兩百萬美元 不太多 還不夠 一天兩百萬 一年也多少錢啊 這個 那啥時候出一千萬美元 咱考慮考慮吧 啊 不管如何 和文貴的真誠 和文貴的經驗 和經歷 還有 關鍵是 得到了正義的推友們的支持 和推友們這種關注 已經形成了一股正能量 這股正能量 來自得很快 它也很危險 一句假話 一個假事 就會把我們消失的無影無中 埋葬於九萬米之下 為什麼 我敢這樣說 因為我 就是知道 我說的是真的 像昨天 大家發來的謊言有關 這些銀行賬單 收錢 批容拘歷 這些事的證據 我給大家再次說一遍 我不能為你們說話 原因非常簡單 這些東西我沒核實 我沒經歷 我不能說 我一旦說了 我消失的法律責任 那是滅頂自殺 你還給文貴點機會 讓文貴可以辦個實實在在的事兒吧 如果你能 誰能提供了 真正有法律的證據 那我一定拿出來 這個網友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明白 要提供資料的 包括昨天有網友 也有推薦說 叫我每天錄節目的時候 對著鏡頭 磕頭 對我母親父母 不能養育之恩 這個 慈了道歉 這件事我不能這麼做 我爹我娘看到我 這麼容易下跪 這樣的樣子 我爹我娘活不了了 他秀他兒子是最鐵的兒子 最堅強的兒子 有尊嚴的兒子 那個隨隨便便 就給弟娘那個跪 眼淚的秀 那怎麼 那太沒自尊了 因為我娘的話說 那也太沒身份了 那我娘窮得叮噹響 那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的 都要穿 他說這是面子 這是尊嚴 這是身份 什麼情況下都得要有個身份 毛主席死的那年 我娘在那哭啊 死勁兒哭 我即刻進去 帶著一條白花哭 我說 娘你毛主席死咱 早這樣哭啊 帕我兒子說 我想你老娘了 我娘可知道 想我老娘了 那你咋在那哭 人家讓我哭咱不得哭嗎 他說當然了 有點為了毛主席 後來我娘我說 兒子 任何情況下 都不要聽官方的話 官方說真話 那就不叫官方了 他說咱老百姓 跟官方不一樣 就是說真話 所以這位推友說 你讓我天天做這個秀 那我娘給氣死 那絕對氣死 那可不行 老人家昨天做手術 很成功眼睛 謝謝各位推友的關心 N個人發信息 要去照顧我娘去 問我娘在醫院的地址 N個人 提問自己 就是有眼科的關係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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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這個老人家很好 我們家的條件也很好 有十幾個人照顧她 沒有問題 謝謝你們 然後呢 明天還有一個眼睛做手術 再做完就行了 我母親用眼淚 把自己眼睛固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做今天 所有的 我認為是正義的 有實際意義的 可行的 這些事情的重要的動力之一 我真誠地希望 所有的推友們 能和文貴一樣 不是跟文貴拿子彈 希望你每個人都舉起你獸中 應有的權利的感強 希望大家呢 在文貴的麾下 維護你母親的尊嚴 你女兒的尊嚴 你老婆的尊嚴 你爹 你哥哥兄弟的尊嚴 讓你哥哥兄弟們 不被抓進監獄去 讓你的母親 妻子女兒 不被人家侮辱 大家應該是 不要在這塊兒 只當吃瓜的 不要只是讓人外國看不起 這個 只讓縱容別人做 自己不行動 應該每個人都成為郭文貴 因為每個人成為郭文貴 我們就一定會讓這個國家更美好 更安全 真正地達到實現 我們的中國的郭七條的夢 和民主自由的發志的夢 這是我強烈呼籲所有 不要只給文貴點贊 要給自己點贊 要讓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給自己點贊 讓文貴給你們點贊 強烈的呼籲下一連先生 回憶我的呼籲 趕快組織這兩個機構 去阻止今年的北大各個院校成為官二代 被搶劫的這種淫秽陣地 今天我不講那麼多王安哥的事情 我還給他留點面子 留點時間 如果王安哥先生還以為你的大老闆 你以為我不敢說 你還以為你在美國的時候我不敢說 你還以為你的孩子的時候我不敢說 你試試看 我再說你 我還給你點時間 朱山路先生 我今天只講你百分之一吧 也夠意思的 你那個小女友那個郭文貴不要這樣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繼續這樣 南京的板牙我收到了 謝謝你 過去收到了不是現在 以後不再吃你把牙子 因為擔心你下毒 今天的文貴 報平安直播視頻就到此為止 我希望明天是星期天 明天星期天 母親節 所有的人都應該給文貴的面子 擁抱母親三次 三次 親母親的臉 如果是母親不在的 應該為母親去送經祈禱 然後旁邊有妻子的 好好擁抱自己的太太 她是年輕的母親 中國的核心價值 核心信仰 就是母親 就是家庭 不管五十道 也不管你是哪國的教 三教九都要知道 母親是我們的信仰 是我們的天 父親是我們的弟 所以呢 希望明天大家好好陪伴家人 我文貴明天就不打擾你們了 我就不播平安視頻了 我們下周一早上 紐約時間八點天 北京時間晚上八點天 文貴說的不到之處 請大家多多包涵 有涉及的人 朱山路先生 王恩戈先生 黃燕女士 潘石毅先生 還有這個 這個 遠溫海 遠溫海老鄉 遠溫海先生 這個 可以 說的不對勁 請多多包涵 歡迎你們起訴 和我一起面對盡頭 謝謝大家 謝謝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謝謝